好,那资料这边可以全部抓取之后 我们要用那个append的方法去把它附加进去 那这边的话,因为这个原本它是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要用json string file 去把它做一下转换 然后去把它附加进去 那附加进去之后,我们来这里面看一下 好,那附加进来之后,我们要在它view这个地方created的时候 created的时候去做一个资料的指定 我们要去指定它的classobj 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等一下,先来看一下它执行结果 好,所以它如果是音乐律动的话 它就把音乐律动的资料全部抓出来 然后如果去抓艺术创作的话 那就把艺术创作的资料抓进来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资料给填进来这边 那而且填进来,好,那我们先把它填进来 那抓进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会有一个叫做 json pass 所以我们要指定,this就是这个view里面的classobj 就是这个,那我们要把进来的资料就是 我们去抓那个原件 原件叫什么名称 原件叫mydata mydata mydata 里面的tst的值 那这串值抓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下转换 好,把它转成一个json的物件 然后指定给classobj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音乐律动看一下 好,那它就会是把这个值填进去 b1音乐律动,10点到10点5时,我们看一下 b2音乐律动,然后200块7个人 然后而且有条件学林字小三看一下 7个人学林字小三 但是这里 我们有两个地方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这里因为是显示详细资料 所以不要让使用者去改 而且这里要把它隐藏起来 好,来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动作 所以呢,input这边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display 这边 所以这边我们要来做一下style display 所以它就会去把它隐藏起来 好,我们把底下删掉,用不到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怎样 好,那它会去显示云端乐团的资料 而且底下已经不会看得到了 把它隐藏起来 好,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希望把这个锁定,所以它是 后来我想一想说 这个摆在这边不是很好 这边摆一个按钮就好 所以,那时候那边我们先不要调 但是我们先来调这边 然后把它这个锁定 所以 可以 可以怎么锁定呢 嗯 如果我们先做一个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去抓的 它其实是可以去抓的 我们来看一下 View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个style 我之前好像有做过 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东西 Test的这边好像有做一些东西 Intest Phase 1 好 嗯 我们这边 我这边是有做一些东西 然后更新的时候它会去做一些东西 那原先是预设是会是 鎖定的状态 看一下 看一下 Cancer Delete 它是一个View的操作 所以它可以去做一个判断条件 所以它可以去做一个判断条件 我这也是秀出东西 好 我们直接来搜寻一下 这边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有了 嗯 版本锁定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认定 这个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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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Disable 好我們先來用一下這個看看 摳過來用一下看看 所以他會做一個Disable的東西 東西應該不用等於1吧 好我們先讓他等於1看看待會再來調 這樣就不見了 抓不出來 記得應該是 這個寫的不是很好 他有做一些 好那錄影先 就算得上去